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 你們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今晚又能夠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些近日發生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擾香港的問題 我們香港出路這個網上電圖節目的目的 就是希望為香港尋找一條出路 能夠真真正正解決香港面對的問題 我們不只是希望和大家一起大事批評 政府某機構某人對某事處理得不好 大家發洩一番就算了 好了 我們今晚的題目 大家在網上應該都看到了 就是關於公共事業專營權的問題 我們有一向我們的主持人黃岡然和李永康一起 和我們今天來探討一下 好了 其實最近香港有一個現象 就是大家經常說香港經濟非常之好 我們過去都一聽到香港經濟好 我們都有點害怕 因為往往經濟一好 我們平時去開那些食肆 去逛逛的地方 就很快會倒閉 因為人家說經濟好 接著又加租 接著很多這些地方 就慢慢倒閉了 大家看到 當經濟好轉 一連串的所謂加價的情況就出現了 最近香港加價的地方 出現到連食物的麵粉 麵包都加價 很少人會加到在這方面 大家要去關注 還有最近香港有兩大的機構方面 正在討論得很厲害 第一個就是我們那個西瑞 西瑞這個 大家可能都知道 香港的三條隧道裡面 西瑞其實都很貴 我經常都有這種感覺 香港的隧道不是那麼長的 以它那個價錢 如果你說每公里的行法 我懷疑香港的隧道 可能已經是全世界最貴 我記得很多年前 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我們走過那個三藩絲大橋 我記得好像都是不用一元的 那些toll free 美金 美金 即是十元八元 我記得是不用一元的 我記得是不用一元的 就算了 我記得當時是幾里路 那條橋 你想想維修那條大橋 那條大橋 都不會輕得過 那條隧道 那條隧道挖了就沒事了 是啊 你要去很遠路 那筆錢 但香港的價錢真的很驚人 好了 我一向都感覺 香港的交通費 其實多方面越貴 最近就醞釀了 西瑞就說要再加價了 他加價的原因就是 因為利潤不夠 雖然大家都知道 他近年來 除了開始以來 或97年通車以來 其實只是 最多兩年 所謂虧本 但跟著一直都賺錢 但他們的加價 仍然還要付出 40億負債的利息 過去都雖然說過加價 但始終真真正正 很明顯實行到 就是最近 但也有人指出 其實西瑞公司去年的盈利 已經接近6億6千萬元 所以其實他不是虧本 只不過他覺得 既然還有40億的負債 要還 我不知道那40億是否建築費用 可能當時借出來建築費用 於是他認為 唯一一個辦法 可以賺回他的投資 要來加價 但也很多人看到 西瑞已經是三條隧道最貴的 很多人都指出 他貴的明顯問題 就是因為車流不足 大家有機會用西瑞都看到 跟中瑞和東瑞來比 西瑞的行車量 比其他兩條隧道少很多 我不知道大概 我感覺可能是五分之一 或者十分之一 很多人都指出 那個問題就不是說 你的錢不夠 因為你已經是全香港最貴的隧道 你的問題就是行車的流量不足 很明顯一般人都想到 如果你說再貴一點 那可能行車的可能再少一點 所以這個問題 做到這個之後 是否可以令到他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大家都是未知之數 我是很少的 我很少 我不開車的 李先生有沒有開車的 香港不開 香港不開 即是怎樣 即是不過隧道 很少過隧道 在香港不開車 大陸就會開車 大陸反而開車 大陸反而開車 那大陸的隧道有沒有這麼貴 收費 都是這麼貴的 因為他們有些工路 例如我有一次 如果有東莞去兆灣 那些給公路錢 那些關卡的錢 是貴過有錢的 但是很遠的 你講是講很多公里 是講很多公里 又是講幾百公里 二百多公里 我們現在講香港的 香港的稅度 那些稅 我跑步經過 跑步經過 跑步經過 都是十多分鐘的 是呀 你跑步都是十多分鐘的 現在講的是45元 45元 一加加15% 即是幾是 你覺不覺得香港的稅度 我說以公里 每公里來計 會不會是全世界最貴的收費隧道 我相信就會是 是呀 我覺得我敢上也是 其實外國 很多地方都有隧道 有天橋 但是別人不是 以那個長度來計 是不會這麼貴的 是嗎 其實我們現在香港 很多的公共鐵司 已經基本上是匯了半的 是呀 還有現在是 正賺錢 是呀 紅稅 就是 紅稅 紅稅已經有很多 十二十年之前 已經賺了錢 是呀 我們其實應該去看看 香港的 隧道這些 這樣的公營 這些隧道的回報率 跟其他世界各地來計 是怎樣呢 會不會香港那個 是全世界回本最快 和賺錢最多的呢 我們要這樣看 專營權來說 其實是 在很多年前 是英國人引入 是 因為當年 其實英國有很多靜民地 是呀 如果所有的基建 由英國自己承擔 根本是承擔不是的 哦 是 是 所以他才發明一件事 叫專利 專營權 哦 人亦都沒有那麼多 那麼多不同的人才 去做基建 是啊 他就發明一種 叫專營權 嗯 就等 即是 他當地能夠有能力 有能力集資的人 去做這些基建出來 當然有個條件 就是 要有一個穩定的供應 嗯 那即是 例如他的服務 也會有穩定的供應 例如電力 會機 能源 交通 當然有很多很多專營權 例如 今天我看到很多專營權 很賺錢 是 你不要忘記 其實現在 靜包黎當然賺錢 之前有很多專營權 有很多人是自動放棄專營權 例如我給你一個例子 霍英東 即是 已故的霍英東先生 他有一個叫海鯊的專營權 是呀 即是海藏 有多少海鯊 都是他的 都是他的 是 是 都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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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他做了幾年 他已經是要放棄 因為 蝕半的時候 他是押救命的 哦 即是好東西不拿他 我想 為甚麼呢 他的專營權 他的價錢 是不是 在其他地方運來的沙 更便宜 他能夠在海裡拿到呢 還是海裡的沙 是大石來的呢 因為用沙 一挖出來就可以用得 要做很多 要做很多工序 是 沙很重床 運輸費很貴 哦 我想告訴你 就是 你現在看到的 專營權很賺錢 嗯 已經有很多 剩下的住毛僅有了 嗯 其實很多專營權那些 就是很多這些工序 其實是不一定需要賺錢的 不一定會賺錢的 是的 很多年都是設盤收場 設得對的 哦 哦 但是 但是現在 因為其實時而世逆 以前 香港 即是沒有這麼多 因為香港以前 不是這麼繁榮的 是 也是近於二三十年 才是這麼繁榮的 嗯 那其實我們 是不是真的需要 用這麼多專營權 去哄別人 去投資 其實是不一定的 例如我舉個很實際的例子 大約十年二十年前 那些長途電話 相當貴的 是啊 是啊 要去電報局打 我這麼想 但是在 我記得大概十年前 即九七年前 大約 政府是用錢 買回那個 那些 海外的電話 那個專營權 是嗎 政府當時都買回來 買回來 用了很多錢的 啊 哦 等等我們 就等其他人 其他人 都可以競投這些 用一些牌照去做那個海洋的流動電話 但你現在看到現在那些海洋的流動電話是便宜到銷的 嗯 我的重點就是 現在以香港來說 其實所有專刑權都可以取消的 嗯 我們一定是有足夠的集資能力 還有足夠的人才去做這些事情 是 是 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 例如最近的兩天那個重申談判 他們都剛剛談判完成了 就是我盡起來又降低了 是啊 是的 那個電力公司是 其實如果以美國為例 因為我們香港距離大陸是很近的 是 他們深圳是很近的 是 我們基本上是用很少很少的資源 其實基本上是大條線 就用大陸的電 因為大陸的電是便宜很多的 哦 是嗎 是的 因為大陸的電是便宜很多的 嗯 嗯 如果是 其實之後等我去申請工 跟用東光水一樣的話 啊 是的 我們可以簽簽簽合約 我們就已經有很便宜的資源 最少可以便宜一半 嗯 嗯 那就是說 拿回專型權這種做法 其實過去都做過而很成功 結果很成功 是的 我在報紙上也有些評論 政府就不考慮 那因為呢 就是 怕著呢 如果給了太多錢 那香港人呢 就用到香港人的錢太多了 那用得太少 那可能呢 有一個不好的先例 那將來呢 就再叫別人做這些基建的事呢 那其他公司可能就會却步了 那這種這樣的說法 就是和你剛才所說 是多餘的了 是嗎 剛剛相反 是 其實就是 都不知多少人想在香港做基建 因為實在太好窄了 是的 我就覺得真的 幾年就要歸本 接著是說利潤是六英 但是我沒有得比較 我經常感覺 好像在美國這些大型的建設 人家說是三十年歸本 人家想著那條橋是用一百二百年 那香港是說是四五年要歸本 香港的中稅好像是幾年就四五年歸本 那種利潤簡直是全世界最高的 因為香港的交通 人口都很糾密 其實基建的最重要就是有個流量 任何基建都是說流量的 是的 如果你的流量夠的話 其實很快會賺回來的 那就是一種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其實香港政府其實不應該擔心 就將它買回來 就是貴一點也買回來的 是的 還有現在我們港幣在貶值 嗯 通常很厲害 其實現在買了它是有利潤的 哦 通常貶值都說錢 其實我們不是用那麼多錢 其實是計算的 尤其是利息現在這麼貴低 嗯 但是你說是買一個隧道 還是買一個電的呢 所有基建當然我們要計算一下 譬如西瑞真的很值得買 是的 因為我記得在有時看乘的士 的士司機都有很多這方面的意見 他都覺得 我其中聽過的一個的士司機說 我相信他在電台上聽過很多人發表這個意見 其實香港政府一早應該買回來 這些路上的基本道路 買了給別人 來到給別人收買路前 這是很不合理的 香港隨便找一條路 又不斷被人收買路前 香港的地方是很密集的 是很麻煩的 香港政府一早就不應該做這件事 一早就多多錢都買回來的 他聽過這樣的說法 但是香港政府好像決定 他認為不行 他不知道有沒有做過 小政府嘛 反過來一個邏輯 如果你什麼都拿回政府 又要政府管 他是賣出去的 不是的 你買回來自己做股東 你給其他人經營得價沒問題 給其他人管 給人去做經營 千萬不要給政府做經營 殺死 好似地鐵 香港的隧道也是一樣 還有這些道路 這些基建 基本上是影響社會的經濟和民生 交通是很重要的 交通很重要 這些其實是一種戰略的基建 其實在外國來說 不只是當它是一門生意 因為影響大 譬如英國好像倫敦的地鐵 現在還未歸管 但他不會讓他任他加價 他賺到錢 他又要再建更新的隧道 新的地鐵 為什麼呢 他就一直虧下去 但他要這樣做 因為這個是整個國家的基建 其實你就算在那裡虧了少少錢 你有了條路 帶來的經濟收益 那些國民充滿了很多時間 那些是生產 是啊 因為你就著巴士公司 地鐵公司 他們賺錢 其他人因此而 又迫車 又等了久 交通費又貴 那整個城市的經濟活力都會影響 所以這些 政府是虧給他 便宜給他 那他經營都不等於不便宜 可能一樣更便宜 可能一樣更便宜 香港政府是有選擇的 香港政府有一個選擇的 一個就是買回來 政府聽過很多人都贊成這樣做 另一個就是給他長一點時間 如果這樣來看 當然要看什麼價錢買回來 那我覺得買回來 自己控制一個主要的交通道路 更重要的是給他多一點時間 因為多一點時間 夜長夢多 他下次怎樣做 我都不知道 很老襯 你比較他 他現在十年都捏著你了 十年都捏著你了 比我三十年 他還捏著你 以後他喜歡怎樣都行 當然 再比的時候 條件又重頭設定了 有些人說 有你沒有你 興建第四條海底隧道 那我也想一想 其實這條路 要想法就是這樣看的 最終最終 香港是不是需要四條隧道 你看看其他國家大城市 例如倫敦 其實有很多橋 我好像肯定不止三條 很多地方都可以這樣通過 如果是這樣看的 香港當然是港島 一百多萬人口 以及大陸 要疏通一百多萬人口 去中國 那是不是需要四條隧道 如果我們知道 其實長遠來說 都是需要四條隧道 現在想想去建第四條隧道 都是可行之道 我不管他 是否要解決現在的問題 甚至乎你再多些 都不一定是不對的 即是基建 基建有些是先做了 然後發展 沒錯 如果多條隧道 可能附近的土地 規劃發展 全部都可以有新的增加 是的 所以大陸的問題 就是他提出 現在這個 就是遠水不能夠近火 即是說這些隧道 可能是快速 可能是十年 即是說 這個問題 都是未能解決的 但我曾經提出 如果長遠來說 香港都是可以用到 第四條隧道 在這個時候 開始進行 等人被威脅得這麼厲害 當然 可能十年之後才能解決的 這個問題仍然存在 所以其實最好的解決方法 都是早點買回來 即是高價買回來 即是正我們過去的經驗 其實香港政府 這個就不會是一個 事本生意來的 既然你說 將來 因為當時他們沒有這樣做 就要考慮 如果我們動不動 即是將人們買回來的時候 將來叫人們 再進行這些基建 那些公司可能會卻步 這樣 但是李永達 你的經驗 和你的分析 其實根本不會的 根本有很多公司 那你提出的例子 是非常之好的 就是那個長途電話的例子 是不是 那有很多公司的鏡頭 是不是 香港人 香港政府也不需要擔心 就算外國沒有公司來 中國有多少公司 想租香港 我既然 嗯 嗯 即是電話 你也知道 你朋友 李小林 那間 寄想做 是嗎 是啊 是啊 那如果他們這樣做法 即是他們都不去做 那又被人說 是不是官商勾結 那些 都不是香港人整體來著想 為公司 那些大財團 那些 顧著他們的利益 那是否有這樣的問題 嗯 那其實又很難說 即是官商勾結 其實真的很難說 其實呢 我也很同情香港政府 因為現在香港政府 根本很多事情都不是他作主 是 他所以能夠 討價還價的 的本錢根本不多 是 即是很多時候 例如 梁電這樣 兩個一個家道李家族 一個李家成家族 根本可以能夠 談判的空間不多 嗯 嗯 例如說 新加坡政府來的 你說 他都買了很多基建 買了很多基建 買了很多基建 新加坡政府也是這樣做的 有 因為 新加坡政府多政府都會計算 為何錢要給你賺 我賺不好 嗯 是啊 如果一強而有的政府 例如新加坡政府 他有很多的公權力 是令到那些商家 是要求步的 即是要跪在那裡 雙手奉送回合理價錢給他 即是基本上他不用用很多錢 就買回一些基建法來的了 是啊 其實也不需要後顧之憂 將來 怕沒有人建 即是現在以你的看法 其實根本很多 中國很多公司都會隨時來香港投資 但是只要你有tender出來 就會有人去投的 你不用擔心的 嗯 那我來講 做政府tender 即是做政府的合約 即是做政府的投資 是非常好的 因為我一投 因為政府 很多人 很多籍銀行都相信政府的 即是可以借便宜 借了那塊便宜錢去做其他事情 都已經很發達了 嗯 嗯 所以即是做project finance 那些 我不知多喜歡做政府的那些事情 因為政府的合約 你一拿到政府的tender 他立即就會有一個 立即運動的量 那是錢來的 是 所以即是你不用擔心 沒有人去做的 很多人想做 嗯 那還有一件事 我都看過那些數字 算一算 他從中 他那個篩稅解釋 要應付四十億的負債的利息支出 那利息 四十億的債 還叫利息 那他 有人計過他 他說 現在那個近年的利潤 只不過六億六千萬 那我承一承 那他還有十五年 是不是 那你當他六億 那都是講九十億而已 那就是說 我就算我讓你繼續這樣來賺 其實都滿足不到篩稅的需要 我到你十五年之後 你當你完了 那你剩下九十億 總共也九十億 你有四十億的債務要付出 那不要算他利息 那就是說 那真是最終最終 就是你拿的利潤 都不是說真的那麼多 那好了 如果你說利潤不夠為為理由 他做這件事 其實他現在這樣做法 其實都解決不了利潤不足 那我也看到 有人幫他做了一個分析 如果他這樣的篩稅加價 他每年的收入 他會增加多少 會增加九千多萬元而已 即是點九億而已 都不是很多 我給你做足了 你說你不夠錢 我給你這樣 我做了之後 你增加的收益 其實都是不會足夠的 問題仍然存在 即是你仍然覺得 我不夠 我利潤不夠 那我要四十億那個負債的利息 仍然解決不了 由六億六千萬 再加多點九 再加多一億 當你七億這樣 那其實你最終最終 問題仍然存在 同時 因為隧道 畢竟不是一定要走的 即是你如果轉去洪水 就長一點 或者非繁忙時間 那些人會有其他隧道 不是 你看看洪水 二十四小時都排在洪水 得到 是 因為他們都計算來掃 因為洪水就滿了 就算他加幾元 那些人都要去 都要去 都要去 他有計算過這件事 當然 但他的邏輯就是 即是我多貴都要給 就不是用減價吸引多些人去用 這個其實是他高不高明的呢 即是定價方面 因為他現在 當然不公平 如果我在西隊幾乎 立即減價 等多些車來 車來 開了在這裏 就是這麼多的了 對 成本要 你多些車 我就多些快些收益 對 即是我覺得 為何他不去這樣算呢 即是我沒有了解 即是 過的車輛一樣 這麼多 那 你 其實你的流量 我覺得如果他的流量 便宜一點 令流量雙倍的話 即我當你減兩成這樣 而或者三成 你的流量是雙倍了 那我覺得他可能到頭來 賺到的錢可能更多 是啊 是吧 即是我們有人幫他計過 他根本都解決不到 他需要的問題 他所賺的都是不夠 即是他經營不善 那問題 即是 即是 即是你目的 要搞定那四十億的負債 其實他應該走一條路 因為香港是有的車輛 是需要的 當然 在西瑞那裏 和中瑞 和東瑞 即西瑞帶你去的地方 就不是說 一般人常去的 當然你去機場那些 比較多 而且需要的容量 都可能會中瑞和東瑞 比較少 但是我覺得 其實他應該去想一想 不如索正還要整便宜 將他的流量增加 即他計算一計 如果我去西瑞 就算你要去尖沙咀區 或者中間 深水埗 我用西瑞的方法給你去 結果 你可能還可以省得到 他有沒有去計算一計算 直接減低他 減低收費 令到他的流量 可能他還能夠及早達到 他賺多些錢的目的 這個很多人是這樣說的 但就不是經營的人這樣說的 還有是不是就不知道 也不知道 如果你說去大學找一些學者 做過研究的經濟學者 說減價你不賺錢多 為什麼你不減什麼 當然不肯定 當然不肯定 如果找一些經濟師 或者找一些專家 出來計算出來 你減價還可以賺多些錢 這樣就叫他減 但是他說 你叫我減 風險我承擔 到時可能沒有錢賺 這樣就糟 如果你保證他有一個固定的利潤 讓他快點回到本 就會補貼他 但要他減價 這樣行不行 這種做法 在香港的經濟氣候 政治氣候 在外國很流行 例如牛奶 基本糧食 大部分 歐洲 全部都是政府補貼 這不是說 沒發生過 很多國家都在行這件事 既然這對民生這麼關鍵性的 不想他 交通又不相信 又民生又糟 因為太貴 為什麼政府不拿你減價 從心逼個丟 你想做回本 你保證他的利潤 保證回本 可能可以談得到 叫他減價 就反過來 不是加價 你覺得可以嗎 現在這樣看 香港政府 他就不想做這麼多事情 如果沒有太大問題 沒有太大反對 就由他算 即是不用自己負責 因為你也知道 即是有些風險 他都不想沒有 是 這樣就唯有繼續塞 五歲就繼續塞 有他 沒有辦法 只能跟你的人 才會 即是 即是貴 而沒有人去 這樣也不是 是啊 是這樣沒有辦法 是吧 好啦 那大家下課堂大家都想一下 我們再講兩邊的問題 那邊還沒談 好幾分鐘之後 大家我們再繼續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 就去過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一個鞋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 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 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就是買了回去家裡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產品 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 28824848 好 那我們繼續回來 今晚的講題 我們講一下 就是最近 香港公共事業主營權這個問題 我們剛才 我們也討論過 關於那個篩稅 我們出現的情況 但還有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兩電那裡 其實兩電的問題 真的老大難了 很久了 很多以前我都 幾十年來 媽媽的聲音 都已經 但是 兩大家族控制之下 是 我給你一個簡單的 譬如 我現在的公司診所裡的電費 是差不多過萬元一個月的 是多於我以前在多倫多的診所裡的租金 當時大概1,1200元一個月的 1,1200元一個月的 那個地方都不少 都有5、6間房間 都有1000多呎 現在香港的診所裡的電費 更多於我以前的寫資料的租金 還有一件事 醫生 還有一件事不公道 即是你搬一搬過海 搬去旺角尖沙咀 你的電費是平了三成的 那你有什麼理由同樣是用電 為什麼說燈的用電 是貴過中電是三成的 以前是十幾個百分比 現在是三四成的 還多了這麼多? 是的 那有沒有企圖去解釋 沒有的 沒有的 這個越來越誇張 以前多幾個百分比就算了 他的資產又多 他發展又難些 那就給他多一點 但是你沒理由現在高了這麼多 是吧 即是你中電為什麼可以高於九龍那裡這麼貴 貴那麼多 那你對很多企業來說 其實有很多企業 即是中小企業 那個成本裡面 電費是越來越比例大 那你比如茶餐廳 就已經是酒樓 那有沒有這個資方面的數據 沒有 大約很多 我看過的新聞說 可以是兩成三成的 可以是兩成三成的 燈光火燭電是很重要的 是 其實影響整個商業的了 電費貴 是 我記得我幾年前 在前線那裡 他有一個聘請了兩電的高層人士 來到大家研討一下 探討一下 他也有很多資料給我們的 我記得他當時說幾件事 其實香港人 以他們的收入相比 一般家庭用的電 其實都不是很多 只是一兩個% 當他的收入是一兩個% 你這樣聽一下一兩個% 電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資源 資源上的開支 那你覺得又好像不是很多 即是一萬元人工 就一兩百元 是嗎 是的 那你當住豪宅的十萬元人工 千多兩千 千多兩千 如果這樣看得下 我所知的都是差不多 千多兩千元 那你一個有千多呎的地方 這樣 這樣 一兩個% 普通中產不覺得是一個壓力 但你知道中產和中援 或者三個金度日的人 他都是交這麼多電費的 那他不會一兩千元 那他可能幾百元 但比例就會大了很多 如果他只是兩三千元 入息的人 那你兩三百元 那你兩三百元 是否一件大事 是大事 十分之一 那我想都不會 沒有幾十元的電費 沒有沒有沒有 最基本是三四十元 燈還有電視 怎樣都要兩三百元 即是一個人 其實不是低的 是的 那還有一件事 他提出的 大家給 其實香港人用的電費 其實全世界都給 其實不是最貴 當然不是最便宜 但他亦都說出一些數據 其實香港兩電的 供電的穩定率 即停電的機會 其實是很少的 質素是很好的 當時他給了我一個考慮的地方 即是說 你可以整便宜 但你便宜的時候 你可能就沒有那麼穩定 當然他會給 譬如說 你那些工業的大廈裡面 或者當你是醫院 很重要的 你突然停電 經常停電 其實都幾大問題 即是他當時給我印象 我們不是最便宜 但不是全世界最貴 但我們的質素 是全世界屬於最好的 我記得當時 在我們前線的討論會 他們給我們一些資料 聽起來 有時候覺得 是不是選擇就是這樣 你要好 又要貴 當時我提出 為什麼 香港這個地方 是否能夠做到 好得來 亦都會便宜 即是我們以後 即是 即是 比如我們有一件電器 你買一隻大的火牛 當然穩定些 但你又不用那麼大的火牛 浪費那麼多電 是的 可能是這個原因 他好像是這樣的 即是 發電需要是多了四成的 即是 起碼要準備給你 多了四成的 當然你未必要多了很多發電機 多了很多人 準備 你隨而加多四成電 他都頂得住 這樣便穩定 包不會 包不會 鎖先 有問題 為何要這樣 這樣做 很多事情浪費了 不是 因為他這樣做 他的機組 是他的資產 是的 李先生你講 其實他 他高大成本 高大成本 他便可以要求高多利潤 是利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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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他的利潤相應 增加 他做到這個效果 但也有人提出 如果我們可以便宜很多 就算他不是那麼穩定 就有時住宅 裡面 我相信香港人 有很多家裡 有很多傷殘的人士 用那些在吊命的電 醫療器 吊著命 那些一定有乾電 一定有乾電 就是有後備電 不是很多電 是吧 其實現在最重要是電腦 是吧 李先生你都知道 我們那些LOOKBOOK 現在閒冷地 都三四個小時 可以儲電 是吧 那其實沒有問題 我們停電 有什麼所謂 那家裡點燈 這樣不錯 一般電視可以不看 沒有什麼需要 如果這樣可以便宜 三四成的 如果普通家庭 我可能覺得挺好的 就是不介意你 不是那麼穩定 不能停電 是不是呢 那就是當時 這個很機嫌 那些人提出 應該開放市場 工業電視場 中國也有很多公司 都很想來香港 剛才李先生也有提及 哪一家公司的名字 他也說了出來 其實他很有興趣參與這方面 但你看回 現時香港政府在這方面的處理 其實他又沒有再說 即沒有同時要說這件事 他分開來的 總之我現在就給你 將你現行的 准許利潤回報率 由13.5%到15% 是減到9.99% 其實你看一下 全世界所謂的Fortune 500 公司的利潤回報率 真的除了藥廠有17% 是全世界最高的利潤之外 真是很少公司 有成13.5%到15% 絕小絕小的 在Fortune 500 剛才說藥廠有17% 第二高呢 其實就是它們 commercial banking 是13% 那就是說 其實根本大部分 全世界級的大公司 都是不會有這麼高的利潤 所以很多人都提出 為何要給他這麼高呢 現在他就減到9.99% 有些人說是玩數字遊戲 9.99%就是10% 10% 變成10% 那麼多是高 他是專利 保證他有 是的 保證 保證 你不用給得這麼高 保證 你可以高一點 你可以高一點 譬如我保證5% 如果你的電力很合理 香港人都不會有5%的回報率 即是有 不過保證不到 我保證5% 但你可以高的 譬如你的電力很合理 香港人都不多出聲 我保證5% 但你可以高一點 其實都是 在現時的地球經濟運作 其實都不是說 那麼不合理 所以有些議員都質疑 現在的准許回報率 仍然都是偏高的 而且始終可以用巨額投資 又可以再增加它 這個問題其實都未曾解決 其實我想有個論點 譬如我當作電力公司計算 你有多少人在 背後有多少人力物力去計算 但人家不同 人家有很多公司 很多顧問公司 他們真是單人 那些電腦都可以計算到 即是連火箭 到哪邊左哪邊右都可以計算到 即是你如果跟他計算 即是跟他說合約 講這些事情 就算你以為自己很厲害 即是想到絕了 你一去到他那裏 結果都是給他玩回頭 其實結果 結果 即是無論你怎樣做 結果都是益了這些有專型權的公司 其實最歸根究底 其實就是要引入競爭 等現在這些專型權 是慢慢要隨時間去消失 因為專型權始終是 其實根本是有一個限時限 無論是任何的專型權 到時到期的時候 其實應該就是要 將它變成了自由競爭 就好像電話一樣 他現在說這個 重新談過都是一個專型權 到期的 是的 到期都要談 其實是可以 其實香港有足夠條件 在電來講 是可以是私人競爭的 即是現在這個時候去做 就不是說 再多給10年之後 就再慢慢再講 即是現在 就算你現在害怕 這兩年在這裏玩東西 令到我的電網 即是遲走遲落 這樣 根本就是給這個時間 譬如我這次不用給10年 給5年3年可以嗎 譬如3年 3年是一個grace period 到最後那兩年 我就全部 就是要大家要公開鏡頭 公開鏡頭上網發電 即是好像深圳 其實說隨時可以供電給香港 是的 即是你債意就可以了 起碼我們北區可以試一下 先看看它是不是很貴 是否便宜了 是的 即是便宜了 因為現在其實 即是隔壁 我們隔壁深圳內 那些電費 都差得很離譜 差多少度 你知道嗎 差一半 最少差一半 一半 那它們的穩定性 是否很差 即是你在那邊工作這麼久 穩定性 它不是穩定性 基本就是它發電量有限 嗯 就是要那麼多人需要電 唯一 即是在東莞來說 有些廠就要輪著來休 因為它不夠 即是它不夠 即是它可能是職工的 即是開到、開到… 即是又差些 即是六日工 即是六日工 也不是好的 那也不是 但這是過度性質,因為它發展得很快 你不用擔心,因為香港有這樣的需求 你要信交和信客,賭國的建設能力 一定有辦法立即在很多發展機構賺了你的錢 當然,沒理由 你不用擔心這件事 競爭一定贏你 只要有錢就立即發聲 很明顯,既然你深圳便宜一半 因為它能源便宜 為何它能源便宜 大家都是用煤發電 但它的煤是便宜,我們的煤很多 人工便宜,地方便宜 他們要建發電機構成本,跟我們建 你想想,做火箭來說 我們登月計劃,只花了百多億 只要是一百多億 但美國六十年代,加起來是一千多億美金 即是貴你幾十倍 你想想,差多遠 我們當然要利用中國大陸的優勢來幫助我們 因為為何發電機構成本 如果馬上便宜的時候 香港經營成本會馬上低 所以背後引發香港的優勢 既然我們在香港做不到的事 我們現在便可以做到 香港經營成本是很多方面 除了租的方面 人工是貴一點 但其實現在你看看香港人的生活水準 電費這麼貴,糧食這麼貴 其實是一個惡性循環 政府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即是打破惡性循環 即是回復最基本的需要 以前我都看過 分析過 香港政府的收入的稅收 其實很多都是 不是靠香港人的薪縫稅裏出的 其實薪縫稅裏出的 好像薪縫稅很少 大部分是公司的利潤 有些人這樣看 當然其中公司的利潤 包括電燈公司 包括其他公司的收入 但不是說政府在這些公司的稅收方面 因為利潤高 也收回它更多 但最後就是整個經濟的運作環境 經濟的運作成本 這是影響力很大的 如果我們遠一點去看看 即是廣泛一點去看看 其實我們今時今日有一個機會 當時我都成兩三年前 參加這些研討會 其實一直都有這個機會 你剛才所建議 其實不用給他十年 只要給他五年 五年後 我們已經開始商量 市場開放的可能性 為何要給他十年 即是十年才可以談 等於五年之後再談 在某程度上 好像政府的普選 就是這樣 很多年之後 就不用說了 其實現在的做法 好像很相似 為何我先給你三年 我先給你五年 那三年時間 應該要談 要談 對 要談 給你十年 又言之太早 五六年後才開始談 又只有拖子 背後 剛才李山所分析 其實政府的做事 的手法 都是要穩定 不要加太多 最重要是在他任內的期間 就是所謂的穩定發展 雖然對香港的基本問題 是沒有一個大膽的 即是你既然是一個強制 強制的勵志 那你應該有軟件 有一個大膽一點 去徹底想一想 到底最後的問題是哪裏 我曾經所說 每次說經濟好經濟好 其實那些壞事就陸續出現 類如這些 這些就出現了 每次經濟好 很快就 物價一直升 最終最終 我們一般的香港市民 都會覺得 好像賺食越來越辛苦 越來越辛苦 好啦 李永輝 如果給你做 你會怎樣做 你認為你會怎樣做 會更加好嗎 喂 是 聽不到這個 聽不到 即是兩電這個問題 你認為最好的解決方案 會怎樣去做 李先生 如果你做特首 其實很簡單 我之前都說過 你跟他升了新約 但不要談十年 五年 三年 就是 這個要做的 准許匯報 但給兩年一個過渡期 其實五年之後 全部都要公開競投了 是 即是五年之後 五年之後 兩年之後 已經開始要想的 是嗎 取消他的專營就對了 是吧 大家都有好處 對啦 他自己又可以 想他的事 我們將來的電費 可以便宜一些 是啦 即是不要 大家公認都 做官最重要是穩定的 在五年之內 即是不會有 即既然大家可以有時間 做到準備 那就不會有些什麼 即是突發事件出來的 是啦 起碼在你任內裡面 已經有事可以做啦 不是下一任個人 接收的時候 又延下十年之後 還有一件事 就是現在經常強調 即是現在他們那個 現時的電電網絡 即是這個網絡 是屬於他們現在的公司 做出來的基建來的 當然了 如果將來要做的時候 要是這間公司 將他的網絡 租給其他發電廠 譬如租給中國的發電廠 或者政府就直接收回來了 是吧 就是再一個公平一點的做 即是好像你 你剛才說的例子 就是我們香港的長途電話 那個情況 現在的長途電話都是這樣做的 即是政府其他收回來 即是給其他地方 香港政府不是從來沒試過 不是從來都沒試過 收回一些轉型電話 試過收過兩次 一次就是電話 另外一次就是 還有一次就是收中巴 是是是是 中巴 中巴那次電空巴 是是是是 小輪都收過 其實我們試過這樣做 收回一些行線 即是不會有太大的動盪 根本就沒有 哦 物電就複雜些 因為要涉及資產 怎樣轉移 怎樣計價這些 但都不是不可以解決的事情 是吧 自在人為 例如現在香港政府 真的有個全民的選舉 公平的選舉 不到他不會做的 人人都在罵他 跟他說不到他不做的 現在不是嘛 現在他的選民只有800人 沒有辦法的 這個又軟了一點 起碼香港的政黨 都沒有什麼很強的組織動員 在這方面 現在政黨為什麼這麼辛苦 要派定位給你 他真正寫定他的名字 洗鬼跟你做 嗯 以前你要爭位 現在不用了 他自己知道要坐什麼位 嗯 你想想 嗯 是 我又講一下這個 新管制那個計劃那個協議 有很多很穩困的地方 我有沒有留意到呢 一出來就找個環保局長出來說 這個已經怪了 已經被人說了 他說有10%減幅的 預期 其實年中就會出現 因為中電是10月 明年1月就是中電 九電就是10月 但是早一會兒就加了5% 中電都好像加了4% 還是3% 如果他說這樣說 即是一年後 他減回10% 其實都是5% 還有一樣 即是他兩電的人馬上出來說 要先計算成本 不保證有10%減到 到時候說的數 可能是減7% 7% 8% 一落一回 其實他減2% 交換了 未來10年的專員權 嗯 所以有些人說出來 即是拿了彩 好像說 我們省了50億 省了50億電費 如果我們細心看看 這些就是新聞看到 即是他給到你的東西 原來很少 即是 咬了那麼久 給他多10年 他是減2-3%給你 即是實質上 我們減到電費 明年今日 幸好減到2-3% 即是給你 加價錢 那這個已經是很怪異了 他還做了一些環保的說法出來 就是和那個 掛鉤的環保表現 那又怎樣 如果超越那個空氣管制條例 即那個 Air pollution audience 應該是 那任何上限 這樣呢 就把這個投標率 減它 扣它 扣它 即是這個回報率 即是9.9%那裏 再扣0.2-0.4 即扣它2-3億 利潤 這樣 話是如此 這個我一看來 你猜我看到 什麼有趣的地方 嗯 如果 中電 即這兩個電力公司 它排放是超越了 現在法例 給你的上限 是 我明白 其實結果是怎樣 結果不是扣它錢 立即告差距 拿這麼制令 你明白嗎 根本是不蠢的 他犯法 那這麼制令 即是你要停止新電 那他立即搞定 立即降低那個排污 哦 即是 你不是說 你給得了錢 就可以排污 可以排污 即是 如果你現在 你不犯法 不犯法 就 就給你拿9.99% 如果你犯法 就不給你拿這麼多錢 拿少一點 這樣 根本你 你給不給 即是你給不給 回報的利潤 你都不可以犯法 什麼為法例 他現在說 那會不會有另一途徑就是罰 即是另外一個會罰款 即是另外一個方法 那我不明白 即是那些記者 好些評論好些 你為什麼不立即追問 究竟現在 他超標了多少 香港空氣這麼差 原來是因為 即是他 已經超越了 空子 污染管制條例 所以你用這個誘因 吸引他 降低 排放量 不會超越 現在的上限 他有說 原來香港溫室效應的最大起因 都是說他們 是啊 很多人都指責 香港空氣其實不是從大陸飄過來的 香港的發電廠 即發電的污染程度 是令到空氣不好的 一個因素 但從來沒有正正式式的人去研究 可能政府也研究過 就不是很公開 因為他都說 如果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有常限 即是說 可能你用多少發電 或者你做多少工廠 你的排污 是有一個標準給你的 那你過了便犯法 當你過了便犯法 即是說 現在他是不是正在過 他現在鼓勵他不要過 那你為什麼要鼓勵他 如果他從來都不過 你用什麼鼓勵他嗎 即是說他現在正在過 即是現在希望你減低 就不要過 不要過 就要獎勵你 如果你繼續過 就要扣你的利潤 是這樣的意思 即是 如果你就這樣看 你已經看到這個 其實有一個問題 那他可能扣還扣 如果另外的就是 觸犯環保條例 那些空氣污染條例 那些空氣污染條例 那一向可能再罰他 即是如果他真的超過了上限 那你就會再罰他 這個我們不知道會不會再做 譬如如果真的 有這樣的條例觸犯了 那應該是 其實我問他 是不是他現在觸犯了 是 那我怎麼說 是沒有說 他只不過說 如果不是 如果從來都沒有 從來都沒有 從來的標準也很乖 沒有問題 他要不做這個 引誘性的條款 即是鼓勵性的條款 鼓勵他不要犯 或者他希望他做得更好 如果學校的小孩 鼓勵他不要吃大麻 就會加些零用錢給你 即是他正在吃大麻 或者很有可能性吃大麻 所以你要找些鼓勵 讓他不要吃 其實現在是不是已經有超飄的現象 而政府是束手無策 所以我就看到這個 就是看他這個新的 就是很厲害出來說 我們用了引誘性的條款 鼓勵他環保 經濟的引誘 很多人都認為是好過懲罰 就是經濟學 我以前說的那個 《Freakonomic》那本書 有提到的 但現在這個 即是你給他賺這麼多 再罰他一點點 其實都不是一個 經濟的 那個 incentive 來的 所以其實都達不到這個目的 那你剛才提及 我記得很多年前 我都有一種說法 就是香港的空氣污染 其實大部分都不是香港的 大部分是那個 朱江山國州的工業區 說是這樣說 是不是呢 我現在都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很怪 是沒有人說得出清楚 國內從來都說不是 國內真的說不是 當然 他自己是環保標準的 他說我們從來都不會超標 不會說 當然 國內政府都是說沒事的 但是 香港政府 經常的暗示 是國內飄過來的 那些空氣不關我們的事 但其實很多人都說 其實香港的發電廠 工廠 很多時候超標 政府不理會 這樣解釋 那是不是呢 真的不知道 我記得我都去青衣 那個發電廠 我們參觀過的 但有時候 如果香港人有機會 去看看 那個高的煙通上面 又不是感覺 他有很多黑烟 他一直噴出來 可能如果黑烟噴出來 就不可以了 事實是怎樣呢 有一種說法 為什麼香港 農曆燃燃的時候 空氣一般比較好 解釋原因是 香港的空氣污染 大部分是大陸的工廠 在農曆燃期間 裡面不開工 所以 所以 它的來源減少了 有個好笑的故事,前年的馬拉松剛在二月跑,是新年期間,二月三月,他們剛在春節國內休假,工廠休假, 前年那次暈倒了幾個人,剛好吹氣不好,那次有些人暈倒,一向都說空氣不好,國內開工的時候,那幾天應該不開工, 按照他就沒有東西飄過來,這樣空氣應該是好的,一樣那麼差,一樣跑到人們暈倒了,那已經證明了,其實就不關過內事的, 那有沒有風向?如果大家去大陸的城市,你覺得他們污染過香港很多,有時候有人說是風向, 每年吹北方的時候,不是很多,香港不是很多,是很少時間吹北方,那時候建了核電廠,經常爭吵危險, 就好像說一年內,是不夠一個月的,十幾天,是會吹北方,把核電廠吹下來,如果爆了核電廠,所以其實,不是那麼大程度, 很大程度,香港本身都是不散,不散,那就是污染,這樣意思。 好了,我們看到我們的結論,其實我們都不應該再等了,應該有機會在我們面前, 其實這個問題,大家討論了幾年,我已經有機會參與這方面的討論,去聽別人的問題, 但現在一推就十年了,又推了十年了,跟我們普選方面做的手法都差不多了, 好了,我們時間都差不多了,李先生,有沒有要補充啊? 是啊,沒有啦,OK啦,大家可以看到那個問題,解決方案應該是這樣,我又失去了一個機會啦, 香港人,大家繼續自己一路看著看著,這樣,OK,好,下星期再繼續,OK,拜拜,拜拜,拜拜,